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我们有三个引人入圣的故事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 我们将带你深入了解一场震动美国海军的腐败与间谍案 菲莱纳德丑闻曝光了海军高层的贪腐与道德沦丧 接住 我们将转向北方 探讨加拿大英柳特艺术家如何因仿冒艺术品的泛滥而面临生计威胁 我们将带你前往中国 一位女子因在屋顶种植因素被派入狱 她声称这些因素只是作为火锅调料 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当今社会的多面性 也让我们反思正义与道德的界限在何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从海洋深处的丑闻到遥远北方的文化盗窃 再到地中海延南的健康饮食 我们被各种故事包围 让我们深入挖掘这些故事 探索他们背后的深层含义 首先外交政策杂志揭露了一个震惊人心的丑闻 主角是一名马来西亚重犯 被称为胖莱昂纳德的Wen Francis 这个故事是如何一个犯罪分子 通过其公司Gland Defense Marine Asia 利用贿赂和诱惑 从美国海军中骗取了数千万美元 他用昂贵的晚餐和女性贿赂海军官员 最终直接用金钱交换高价合同和机密信息 这个丑闻不仅揭露了海军中的腐败和间谍行为 更暴露了海军内部队于全力的保护 以及对不当行为的容忍文化 转向北方环球邮报报道的加拿大英纽特艺术家 如何被假冒艺术品的销售所削弱 这些纺织品在旅游商店机场和酒店中被大量销售 剥去了英纽特人的身份机会和文化表达 英纽特塔皮里特卡纳迪的总裁内恩欧巴 呼吁政府考虑立法回应这一问题 这种对原著名艺术的盗用不仅在加拿大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广泛的问题 显示出对文化尊重和保护的迫切需要 从文化和腐败的话题转向健康 我们来到了电讯报所报道的地中海饮食 这种饮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之一 强调全食物的摄入 如水果 蔬菜 坚果 橄榄牛和瘦肉 透过Draferrica Amari和厨师Sarah Baxter 开发的七天餐单计划 人们可以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水果和蔬菜 全穀物 瘦蛋白和好脂肪 同时适量消费乳制品 发酵食品和红酒 这种饮食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 也反映了一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和对自然资源的尊重 这些故事虽然看似不相关 但都围绕住一个共同的主题 无论是对权力的追求 文化的保护 还是对健康的关注 它们都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胖来昂纳德的丑闻 到应有特艺术品的盗用 再到地中海饮食的推广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要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和关注 并且在面对挑战时采取行动 无论是揭露腐败保护文化遗产 还是追求健康生活 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发挥作用 在南方的中国一位名叫张的女士 这些事件发生在西南部的贵州省 警方在一次常规的无人机巡逻中 发现了张女士屋顶上的九零零多株鹰素植物 张女士声称 这些鹰素是用来作为烹饪食材的 她从已故的附近那里获得了这些种子 尽管张女士被控种植非法药物的原植物 但由于她坦白并表现出真诚的悔意 法院对她表示了宽容 在另一方面 多伦多新报的一篇文章中 一封读者来信呼吁联合国向加沙派遣占领军队 以保护巴勒斯坦共民和财产 信中指出以本亚明内坦尼亚胡为首的以色列政府 忽视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保护无辜巴勒斯坦人的请求 然而另一封由史蒂文·蒂雷森撰写的来信则认为 支持巴勒斯坦的大学抗议实际上是反犹太人和反以色列 并强调以色列有权存在和保护器公民 其他信件作者也批评了抗议活动 认为他们忽略了其他不公正行为 并侵犯了私人财产 在经济领域 多伦多新报发表了一篇金融邮报的观点文章 讨论了加拿大正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 文章指出 经济制裁现在正推动着通货膨胀 这是在疫情及随后的封锁措施 跌地基础之后的发展 过去外贸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但经济战争威胁着全球供应链的对齐 从而消除了这一制动力 文章认为大规模的货币增长在疫情期间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而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广泛经济制裁 将提供必要的引爆力 制裁的增加和高工资经济体重 好工作岗位的回归 将推高工资从而在各个方面推动通货膨胀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全球和地区性的挑战 无论是在中国的非法种植行为 还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紧张关系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 无论是法律政治还是经济都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在今日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各种新闻事件不断的激荡住我们的思维和价值观 从澳洲的学费负担问题 印尼打击人口走私的最新进展 到美国政治圈的内幕故事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独立 但实际上却是全球化时代下相互交织的篇章 首先《悉尼晨风报》近日刊登了一封读者台信 呼吁澳洲政府废除高等教育贡献计划HCS 及该国的学生贷款制度 来信者认为北欧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都没有对大学教育收费 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年轻人避免重重的债务负担 文章指出如果取消HCS 学生们将能够在没有费用压力的情况下 成为社会的有生产力成员 这一呼吁不仅关乎教育公平 更是对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的深刻思考 转向国际新闻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了 印尼警方命名欺民涉嫌人口走私的男子 此举是在截获一艘试图前往澳洲的船之后进行的 该船被认为载有试图通过非法途径 进入澳洲的中国公民 这起事件发生在澳洲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访问印尼 讨讨反人口走私措施之际 标志驻今年印尼第二或第三次截获 试图乘船抵达澳洲的中国公民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人口走私问题的严峻性 也反映了国际间在打击这一问题上的合作与挑战 在政治领域《卫报》介绍了真 普萨基发布的第一本书说的更多 如何以善意领导并将你的职业生涯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普萨基曾担任乔·拜登总统的白宫新闻秘书 他的书中混合了政治意识和生活挑战的应对建议 书中不仅反映了他在拜登政府的时光 还批评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普萨基以一种细腻的方式提出批评 将其作为职业建议而非直接攻击 这本书不是一本全盘托出的作品 也不是是为了第二个拜登政府的回归而准备 普萨基在书中分享了关于拜登的意识 包括一次他因过于关注自己的损失 而未能充分关注在阿富汗丧生的美国士兵时的情景 这本书不仅是对美国当前政治环境的深刻反进的深刻反思 也是对领导力和职业发展的宝贵指导 这些世界和故障使用它 这些世界和共同的国家涉及不同的领域 却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多元而复杂的面貌 从教育公平国际合作到政治领袖的人格魅力 这些话题不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 更是时代变迁下人类社会思考和探索的见证 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 从激烈的格斗比赛到房地产市场的火热销售 再到全球经济前景的深刻分析 各方面展示了香港及全球的动态变化 这些事件不仅是新闻故事 它们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南华早报报道了一场在OND Friday Fight City 62上举行的激动人心的泰拳比赛 香港的Phoebe Low T.S.E. 清队阵Non-Gam Fertetexa 比赛开始时 Phoebe Low展现了出色的技巧和韧气 以直拳和右侧踢腿攻击对手 不过到了第二回合 Non-Gam维和Non-Ga维和 让吉士击倒让形势急转直下 最终以全体裁派一致判定胜出 尽管拜拜Lowe的表现对抗一位更有经验的对手 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技术 在当晚的主赛事中 E.T.Wankam Fung Dembeke击败了Wankyoko Ta Sorsame Xe-Win 而Way Seiken则在Oway E-Championship的周五之夜系列赛中 赢得了他的第二场比赛 同一份报纸还报道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量力 新鸿基地产 C.T.K.K.K.在元朗的Yohu Hukwai i 项目首日销售 就售出了76%的210个单位 这些公寓的折扣价格范围在HKD-6 HHLM 87100-HKD-13 313之间每平方英尺售价介于HT-113008-HKD-16 214经过折扣后 每平方英尺的平均价格为HD-14 550 Midland Triality住宅部门的CEO Samipo CEO Ming表示 这个项目的开盘价吸引了各类买家 其中年轻的千禧一代占了买家的70% 在全球经济前景方面 《南华早报》引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OM FBE副总裁Git Gokernot的分析 指出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冰河时期的边缘 这个时期将以缓慢的增长和紧张的国际关系为特质 随助国家分成亲美或亲中的阵营 全球经济增长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显著放缓 这种缓慢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 不利的人口统计生产力下降 以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的碎片化 Gokernot Fingau说 世界可能会从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系统中大幅度偏离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的全球和地区性挑战 从菲比楼在泰拳比赛中的坚韧表现 到年轻买家对香港新房的热情追捧 再到对全球经济全景的深刻动场 这些故事共同绘制了一幅复杂多变的当代画卷 每一个故事都是当下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状况的一个缩影 展现了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应对之道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节 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外交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近期英国的几位政治领袖通过他们的演讲 为英国的外交政策定下了新的方向 这些演讲不仅反映了对英国全球影响力的现实评估 也显示出了建立更强大网友关系的渴望 《卫报》报道 前首相兼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 前工党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 以及工党卸任银子外交大臣大卫蓝米 这三位大卫分别发表了外交政策演讲 塔梅伦警告说 如果英国未能控制移民并满足全球化遗留下来的人们的需求 就可能变得孤立并失去影响力 米利班德则呼吁与欧盟建立全面的安全伙伴关系 包括在防御气候恐怖主义和大流行病场的协调 蓝米则认为英国的主要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应该是欧洲的安全 他还建议英国应该与欧盟发展一个安全协议 在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工智能了 I正在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开发了一种I模型 该模型可以预测地球上每条河流的洪水风险和流氧 这个名为ED-DLSDM模型不意外于历史流量数据 而是使用诸如海拔和降水等属性 在测试中 该模型超越了其他预测模型 并在跨地区流量预测任务中达到了最新进的性能 由于全球95%以上的中小型流域缺乏水文记录 这使得创建准确的洪水预测变得困难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模型克服了这些挑战 并有潜力学习普遍的水文行为 地缘政治的紧张也正在改变全球数据流动的方式 日经亚洲报道 随住中美紧照湖上拾入它 随住中美紧张局势的加剧 更多的海底电缆开始绕过中国 中国曾被是被海底网络的未来枢纽 但现在预计今年只会铺设三条与中国相言的电缆 相比之下计划铺设到新加坡的电缆数量要多得多 海底电缆承载着全球99%的数据流量 由于视频流媒体和云服务对数据流量需求的增长 他们的建设量也在增加 这种缺乏海底项目的情况 也预计会影响中国数据中心的建设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 科技进步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对全球格局的影响 英国的外交政策调整 中国在I领域的突破 以及中美紧张局势对海底电缆布局的影响 都是当前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的生动力章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国家间的关系 也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世界进入更加复杂多变的时代 各国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外交政策和技术应用 以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员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U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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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